白话史记 演播 福林 周本纪 三 陈王年少 加上周才刚平定天下 周公恐怕诸侯背叛 就设立国事 主持政务 管书蔡叔等朱棣怀疑周公别有所图 就会同武功作乱 背叛了周氏 周公奉了陈王的命令讨伐他们 诛杀了武功管书 并放逐蔡叔 以威子起待殷后 立国于宋 又收服了一些剩余的殷人 用来封给武王的幼帝 以为魏康叔 晋唐叔 得到一种代表祥瑞的骨子 献给陈王 陈王就送给了尚在军中的周公 周公在东方接受了这种家和 赞扬天子的每次 当初管书蔡叔 反叛周氏 周公讨伐他们 废了三年才完全平定 所以起初先做大告 其次做威子之命 其次做归和 其次做家和 再其次 再其次又做康告 九告 紫才等篇 这些事迹都记载在 鲁周公世家 周公代行正式七年 陈王长大了 周公将政权交还给陈王 自己面朝北 而回到全臣的位置中 陈王在封 依照武王的规划 命令昭公继续营造洛义 周公又再补责 反复视察 终于建造完成 就将九鼎牵制在那里 说 这里位于天下的征央 四方来入供的 道徒都一样长 做昭告 落告 承王将阴的遗民 牵到落役后 周公就以王命告诫他们 做多事无意 承王以昭公为宝 以周公为师 东伐怀疑 歼灭燕国 将他们的国军 迁到伯姑 承王从燕回来 在宗周 做多方 废处阴寺以后 袭击怀疑 回到封 做周官 星座并考证礼乐 各种制度 到这时候 就改定了 而人民和睦 掀起了 太平歌颂之声 承王 征伐东夷以后 西圣来赫 王赐号荣伯 做 做 会 西圣之命 承王将奔事时 恐怕太子昭 太子昭不能胜任 就命昭公 毕公 率领诸侯 以辅佐太子 而后 立昭为王 承王崩事以后 昭公毕公 就率领诸侯 与太子昭 建于先王庙中 告诫 他以文王 武王 所以能够成就 王爷的不义 重要的是在节俭 不可以 有过当的欲望 要以专制诚信来做事 于是 做顾命 而后 太子昭 才纪立王位 这就是康王 康王即位以后 就辩告诸侯 向他们宣告文王 武王的得业 以申戒诸侯 因为成王 康王 都是这般的戒慎恐惧 所以 在那个时候 天下安宁 一切刑罚 都放在一边 有四十多年 派不上用场 康王命作策官 名叫毕的 使人民分别 村落而居 划定周都的交进 做毕命 康王去世 子昭王 辖即位 昭王的时代 王道略有缺失 昭王到南方寻行 却没能回来 而死于长江上 昭王的死 并没有告丧于诸侯 那是为了隐晦这件事 诸侯拥立昭王子满 那就是穆王 穆王即位时 年纪已经五十岁了 这时王道衰微 穆王忧虑文王 武王所留下的善政 有所缺乎 救命博广为太仆 以国家的政事 申戒太仆 做广命 天下再度安宁 济公谋父 见到 不能这么做 先王对于天下 只是显示得慧 而不列兵以示威 兵平常收敛着 在适当的时机 才能发动 这种发动 就能有他的威势 如果常常列兵炫耀 那就很容易 疏于玩忽 玩忽就不足以让人畏惧了 因此周公诞的宋哥说 收起了兵器 藏好了弓箭 我只求那美善的德会 便及于中国 相信王能长保周邦 先王对于老百姓 只是勉励去匡重 他们的德行 敦厚他们的性情 增加他们的财富 而方便他们的工具 明是以厉害好恶的方向 以礼法来引导他们 使他们尽心于求力 而避害 感怀恩德 而畏惧威势 因此能保守住国运 而更为壮大 从前 我们先王逝世 作后继的官 以此为渝下作事 到了下朝的末世 废弃了继官 而不证能事 我们先王不足 因此失了这官 而自己流窜到荣笛的地方 他在那里 也不敢懈怠 在先祖的事业 经常的家政德会 遵循先祖的仪序 修至殉教典法 早晚都很敬慎勤奋 以敦厚注食自首 以真心信义自带 一代代都能成就德业 而不愧于先祖 到了文王武王时代 更发扬从前的光辉明德 再加上慈爱和和 竟是神明保护人民 使人神没有不欣喜的 而商王地心 有大恶于人民 人民无法忍受 就很欣然地拥戴武王 武王才对地心 用兵于商都郊外 木的旷野 因此先王并非成上武士 只是很深切地 优许人民的隐痛 才为他们除害的 先王的制度 在王姬内是殿府 在王姬外是侯府 还位着侯府的是兵府 在蛮夷的是药府 在戎笛的是荒府 属于殿府的要更应天子 每日的祭礼 属于侯府的要更应每月的四礼 属于宾府的要更应四时的献想 属于药府的要负责岁贡 属于药府的要以王者侍奉天子之礼 祭礼一日 四礼一月 献想一四时 晋贡一岁 药府则争生朝王以此 先王为求四点顺当 殿府有不供计的 就修正自己的意志 以自责 侯府有不供计的 就修正号令 兵府有不现想的 就修正典法 药府有不遂供的 就修正尊卑直供的名号 荒府有不朝王的 就修正自己的文德 如果这些都依自做了 而仍然有不来的 才能动用刑罚 于是才有刑罚不供计的 套罚不供赐的 惩罚不现想的 责备不进贡的 告遇不朝王的 于是才有刑罚的法令 有公罚的军队 有中讨的武备 有威严谴责的赵命 有小玉的文词 如果谴责的赵命发布了 小玉的文词也公告了 而蛮蚁荣笛仍然 有不供不朝的 那么天子就要加强 修制自己的得业 不必劳动人民去远中 因此近的国家 没有不听覆的 远的国家 也没有不服从的 而现在的犬荣士 自从大华 博士 祖后 一直是禁地荒服的职责 来朝王 而天子却说 为了他们不现想 我们一定要征伐他们 而且陈列重兵 以示威 现想可是兵服的职责 这样岂不是费了 先王的训事 而王或许 要受到劳顿了吗 我听说犬荣的国主 树敦 遵循 先人的善德 而能一直保守着 淳朴强固的民性 他们应该可以 抵御我们的力量了 沐王到底还是征逃犬荣 只得了四头白狼 和四头白鹿回来 但是从此以后 属于荒服的国家 就不来朝王了 诸侯有不侵慕的 辅侯告诉沐王 于是就修制了刑法 王说 哎 过来吧 你们这些 有国家 有土地的人们 我告诉你们 善良的刑法 现在 你们来安定百姓 该选择的是什么呢 可不是好的官员吗 该敬慎的是什么呢 可不是刑法吗 该善于处理的是什么呢 可不是预送的轻正合一吗 原告被告双方都齐全了 法官根据言 色 气 耳目 五个方面来考察供词 这五个方面都考证核实了 认为有罪 就依照五等刑罚来量刑 如果五等刑罚中没有适当的处分 就依照五种罚金来量刑 如果五等罚金没有适当的处罚 无法让人折服 那就要处罚官员的五种过失了 那五种过失的弊病往往造成依照官室欺人和走内线所招致的预送 一定要调查清楚他们忘法的罪证 无论是出于哪一种过失该定罪的都是一样的 依照五种刑罚所定的罪 有疑不能觉得则有赦免的办法 依照五种罚金所定的罚 有疑不能觉得也有赦免的办法 可得仔细考虑清楚 可得仔细地考核清楚 疑狱的审判应该使众人能够诚心信服 询问应该考求于群臣证明 如果不能核实就不该听致疑狱 应该恭敬地谨慎地执行老天的惩罚 不可轻易地用刑 如果不能核实就不该听致疑狱 应该恭敬地执行老天的惩罚 不可轻易地用刑 当受情刑之罪的 如果有了疑虑应当赦免他 只罚一百个钱 但是得核实了他的罪过 当受一刑之罪的 如果有了疑虑应当赦免他 而罚款比情刑多一倍 但也要核实他的罪过 当受病刑之罪的 如果有了疑虑应当赦免他 那罚款比一刑加一倍还要少些 也要核实他的罪过 当受公刑之罪的 如果有了疑虑也应当赦免他 那罚款是五百个钱 也要核实他的罪过 当受死刑之罪的 如果有了疑虑也应该赦免他 那罚款是一千个钱 也得核实他的罪过 墨刑的种类有一千条 异刑的种类有一千条 病刑的种类有五百条 弓刑的种类有三百条 死刑的种类有两百条 总计五刑的种类 共三千条 于是就冲他为辅刑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崩世 子贡王一户继位 贡王出游于净水上 密康公随从着 有三个女子投奔他 密康公的母亲说 你一定要将他们献给王 兽具了三只以上为群 人具了三个以上为正 女子三个就是美了 而王在田猎的时候 对成群的兽不全部猎取 诸侯行事时 不完全凌驾于正人 王的官妇在同一组里 所选取的 没有三个以上的 而三个女子属于美的事物 人们要以美好的事物 给了你 而你又有什么德行 能销售呢 就连王都销售不起 共和况 是你这小坏蛋的 小坏蛋具备了天地间的美物 一定要灭王的 康公还是不献给王 过了一年 贡王就灭了秘国 贡王崩世以后 子翼王喜继位 翼王的时候 王室就衰微了 于是 有诗人作诗讽刺 翼王崩世以后 贡王的弟弟 辟方几位 那就是孝王 孝王崩世以后 诸侯又拥立翼王的太子 谢 那就是翼王 我订阅下来 带我去 我订阅下来 我订阅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